大家好,我是皮亞 現在很多人喜歡拍片放上網 大家有沒有想過你們放上網的這些片 會成為電影的其中一部份呢? 英國大導演列尼史葛和他的製作公司 搞過一個項目叫做Live in a Day 一人人生 這個項目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列尼史葛他們呼籲全世界的網民 自編自導自演 在指定的日子7月24日 一人拍一條片放上網 這條片有主題的 要麼關於愛、要麼關於恐懼 去記錄大家當日的人生 這個項目到最後 竟然吸引了全世界一共八萬多條 超過4500小時的片段 製作人最後將這麼多片段 剪輯成大概90分鐘的電影 Hola Hola 一日人生這部電影 並不是隨便把片段炒一碟 而是見證了兩個特殊的意義 一就是新網絡時代 我們人人都是公開被窺視的主角 第二就是觀察到 2010年7月24日 地球上每一個角落 不同文化的人的生活 這部電影很過癮 同時我將這部電影送給 7月24日生日的朋友 有不少人都會喜歡看 英國導演Mike Ling的電影 貪他的電影夠寫實 也夠真情 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發 一點都不會很花巧 更加不會搞3D、天花龍鳳的東西 他之前有一部作品 Another Year 一年未完 這部電影就被譽為是Mike Ling風格 表現得最自然、最純熟 和最真摯的作品 故事圍繞一對老夫老妻的 日常生活故事 在看來好像很平凡的新一年裡面 他們身邊的朋友、同事和家人 繼續在他們生命裡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是這對老夫老妻 開始發現身邊的所有人 全部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原來生活得 都不是這麼快樂 作為戲迷 一定有看過 英國老牌導演 堅勞志的戲 但是我想大家 多數會在香港 國際電影誌裡看 以及應該都很久沒看過他的戲 Movie Movie 將會和戲院同步放映 這位大導演的新作 堅勞志的戲 很多都很有社會性 社會性的意思就是關心社會 和很多社會問題有關 他的電影有時多嚴肅 有時又多輕鬆又脆 就好像最近這部喜劇 The Angels Share 自取威士忌 設入點是一群經常犯罪的社會邊緣人 看看他們怎樣展開第二次的人生 故事講 很多案底的男主角 在見到自己的寶寶出生之後 發誓要重新做人 他和一群朋友來到一間威士忌酒廠 決定展開一連串的重生計劃 他們竟然要偷走價值不菲的點藏威士忌 Movie Movie 今個月 逢星期五晚10點和12點 將會有英國導演巡禮這個主題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一次過看到很多英國導演的作品和面貌 當然還有和戲院同步放映 堅勞志的新戲 自取威士忌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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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